欢迎来到热影时光 女房客最后找到了男房东这里 男房东说我还在装修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足吧 女房客看了看房子 感觉太大了 说付不起房租 男房东说只要你38美元 女房客被超低房租吸引 立马住了进去 男房东还帮他搬家收拾东西 晚上女房客舒舒服服的 泡了个澡就去睡觉了 但是她总能听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声音 怕不是人闹鬼哟 女房客早上又去跑步 回来在门口发现一堆东西 像是送给她的 突然镜头一转 女房客又去做手术了 真是个好医生 女房客回家碰到男房东 说起礼物的事 男房东说不是他送的 女房客去问老爷爷 老爷爷说需要个伴 把女房客吓跑了 男主和女主总要有一些邂逅的 所以他们就在书店偶遇了 女房客还邀请男房东 陪他走回去 男房东兴奋不已 路上跟女房客聊了半天 这一切都被跟踪 女房客的男友看到了 等他们回到家 女房客试图问男房东 但是被拒绝了 女房客回家就泡澡了 果然还是泡澡诱惑力大 但是对于抢后面偷看的男房东来说 女房客的诱惑才是最大的 女房客第二天刚下班 男友男就打电话来说 想见一面 接着男房东也请他吃晚饭 女房客果断选择了男房东 男房东说的前半生 都用在照顾这个大房子和爷爷上 从没有找过女朋友 你突然想亲我 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女房客却不以为然 然后女房客把男房东送走 但是又舍不得 就出去把他叫回来 两个人干柴烈火就啪啪啪了 这时镜头一转 回到了最开始的时刻 其实从女房客刚刚做手术开始 男房东就开始注意他了 然后各种跟踪 制造偶遇 甚至在家里偷看女房客洗澡 等女房客睡着 再偷偷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然后镜头转回来 他们刚把衣服脱完 女房客就后悔了 说我还忘不了男友男 我不能跟你爬 男房东气得把房子里 能偷看的秘密通道都封上了 等他去给爷爷打药 爷爷奇迹败坏的 骂他是个怂包 然后男房东就又打开秘密通道 继续趁女房客睡着 做些修修的事 后来女房客和男友男就复合了 情侣复合 当然是要做一些修修的事 这一切都被男房东看到了 他不甘心啊 男房东就每晚在女房客酒里下药 再趁机上摊 女房客有点察觉到了 就在房间里设置了监控 有天晚上男房东动作可能有点大 或许药下少了 女房客竟然醒了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第二天女房客又起晚了 但是他发现了一个注射器的盖子 他回到医院给自己抽血化验 而男房东这时在女房客屋里浪 男友男也正在赶去 告诉女房客要给他做晚饭 男友男不小心发现了秘密通道 然后就被男房东杀死了 女房客回来找男友男 发现电脑里有好几份录像 是房东男给他下药 并且上了他 然后男房东就来找他了 一看事情败露就准备抢上 女房客就跑 男房东就追啊 女房客越跑 男房东越追 然后女房客就找到了男友男的尸体 还找到了一把钉枪 击毙了男房东 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所以找房子还是不能贪便宜 找点正规的 万一被人家啪啪啪了还好 万一卖奇观不就亏大了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影时光 呃